我这辈子没有这么无语过 一千多满个面膜 感觉挺迟大 这么大怪 结果 啊 逗我吧 你们是空的 就这么一点 我一千多块钱买你啊 别想翻滚了啊 在这跟我们消费者玩什么玩 谁是瞎子 所有看着像块砖 其实它是根针 我说我刚才的 又怎么用根针 我买了啊 重量全在这个壳上来 巨厚的外壳 还有这个 看着很大一罐 我拆 都是虚假 我就真的想替广大消费者 问一下这些商家 我们的钱是真的很好赚的 知不知道视觉欺骗 也是种诈骗呢 还有像这种 本来就不大的唇一样 你的包装非要做得那么厚 用完之后 在后着后觉里面 还有好多 真的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东西用得快 是它真的就很厉害 还有这个 一个唇釉的正装量 我刚去查了一下 1.7克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有些品牌送的这种 试用装的小样 就有1.5克 平均算下来 1克比某些好大的大牌 还不太 眼线笔从来没用过的 给它全都选出来 三分之一都没有到 有着精力给消费者打亚迷 都花点时间 让你这个产品 做得坚固一点的 没事就断养一下 我承认女生的钱 确实好赚 但是好赚 并不代表好骗 一个好的产品 是让你们设计出来的 不是让你们设计出来 来算计我们的 还有姐妹们 买东西之后 进到养床 去看客树的好习惯 既然我们影响过了 某些商家 那就改变我们自己